在全州范围内的新冠病例持续增长之际 拥有2万多名教师和15万多名学生的达拉斯独立学区宣布了口罩令 而在此前的5月18日 德州州长阿伯特就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 禁止德州的公立学校在6月4日之后发布口罩令 并警告说违规者可能面临最高1000元的罚款 学区小间迈克尔·伊诺霍萨对此回应 不论州长拥有什么权利 但他是对州负责 而自己对达拉斯独立学区负责 并表示自己将会承担可能面临的罚款责任 宁愿面对不得不支付一些钱的后果 也不愿意让这些学生因为感染血液落后的更多 该学区表示 其大部分学生将于下周一返回教室 而为了保护教职工和学生免受高度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传播 达拉斯独立学区暂时要求所有教职员工 学生和访客在学区财产内戴口罩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达拉斯独立学区责任